不知道大家來到騰濟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騰濟舊城區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內街 而且這些內街中環交錯有點複雜 但如果你懂得怎樣走這些街的話 你會發現到這些街道有另一種味在 一種閒情色正的味 就好像走在葡萄牙街那樣 這些建築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在這裡 是啊 無濟街其實就是一條很風味的街 這一帶的古式建築 全部都包含了中國和葡萄牙的文化 一人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每棟樓多數都是以單凍色為主 有兩至三層高 身別有紅色和黃色 還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但多數都是以葡色和西藍牙色的建築為多 其實木澤街就好像一條美食街那樣 只要你慢慢走就會發現 這裡有很多歐陸的美食 而且還有很多藝術文化和娛樂的活動 還有本地餐廳的葡萄牙 除了食之外 騰濟舊城區是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地方 就此為止 鋌濟舊城區藝術空間 泰濟舊城區 藝術空間位於是鋌濟舊城區的中心地 遠離鬧市 為旅客和藝術愛好者提供了欣賞藝術的寫意空間 藝術空間自力推出了本地文化和創意產業 展出了本地和國際藝術家的精心傑作 以促進藝術文化交流 廣闊視野為本地居民和旅客提供了優越的消閒設施 於2017年 藝術空間被澳門文化局入圍為2017年 澳門文創地圖的56個澳門文創空間之一 於藝術文化的推廣你會上都得罪了一個肯定的 而到最後大家可以安裝單車 一邊塗單車一邊欣賞陷制救城區的風光 現在我們小城遊記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